原来叫Test Box 1 就是名称不对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名称不对的话 我这边先改个其他名称 比如说像这个 我名称不对 如果你今天执行程式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那个就是 啓过了 启动表单 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名称错误的话 假设我一样都输入资料了 那就会一定会出现 那个按新增 这都没错 你会发现此处需要物件 所以以后你只要看到此处需要 物件的话 那你就要想到 他就是找不到那个物件 你可以把那个东西当物件好了 那个物件他不知道 这个时候你按增错 他就会告诉你有没有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找不到这个 因为我这个名称不对 所以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有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的游不要放上去 他也会告诉你 上面没有 表示说没有这个人 对名称就好像说 你要叫某一个名称 明明他不叫这个名字 他当然不会回应你 所以一样的道理 那其他的有没有 有吗 这里面有东西 这里面也有东西 有没有他都会秀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记得 按下上面的停止 这个上面的停止 然后回到这边 check一下 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错了 所以你把它改正 然后呢 直接enter一下 他就ok了 再跑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其实就是按部就班 不万乎第一个 就是先插入一个 制定表单 名称 确定没有问题 大概就是改 home 这个home不建议永远叫home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 然后呢 在表单里面 你也可以加好几个 比如像进销存系统 有好几个页面 好几个画面 你可以一个主页 点进去 按这个按钮 就跳这个 比如说A.show 比如一个表单叫A A.show B.show C.show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又可以很多很多表单 可以做得非常复杂 一个进销存系统 绝对不会有问题 然后呢 你可以把资料存在哪里 存在A.show 就好了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不见得一定要 把资料存在那个 外部资料库的话 A.show 就够用了 A.show 里面可以存100多万 笔资料 应该绰绰有余了 你要也不用转档了 反正档案都在这里 那只要 切记就是说 只要那个 资料没有错误 所以我们要记得房呆 房呆就是我刚刚讲的 至少会有两种 那这两种之外 当然还有别的 你可以想想看 反正尽量可以避免使用者做错事情 那这样子 你以后就不用去除错了 不然的话 你光要找那个错误在哪里 恐怕花的时间更多 所以基本上呢 大概这些小细节 注意到之后 就可以做得很 蛮复杂的一个表单设计 然后工具箱里面 我们大概只有用到 大概标签 还有文字方块 下拉清单 有用过 有没有选行前面 除了这些之外 像清单 以后可以单选 这个是多选 这个是单选 这个切换按钮 然后还有框架 按钮这个有用过 这个比较少用 还有这些 如果你要加个图的话 这边有个图像 也可以加图 如果这些控制项不够的话 其实它还有什么 还可以让你新增 这边有个新增控制项 比如说像之前有同学 有用到过像什么 那个选日期有没有 日期如果自己打 那会错的 它里面可以找那个外部 外面有一个控制项 就是点了它之后 它可以让你去选日期的 一个控制项 等等的啦 反正这些 可以做这么多的应用 太多了 OK 现在可以把outlook放进来 没问题啦 诸如此类的 OK 那我想有机会 我们再来谈好了 好 这个表单部分 就大概先到这里 切记就是多花时间啦 因为这东西熟了之后 真的也没什么 反正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然后反正你就把 你的工作里面 可能需要输入资料的东西 把它做成一个表单 以后让它输入 防止人家错误 你就也变得比较轻松了啦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因为刚刚 刚好同学有特别的问到说 怎么样做表单 所以我这个有特别再 把这部分再加强一点 其实将来 这个也可以做表单 你只要把最下面一列删掉 底下部分也可以做表单 但是你可以 比如说像什么学号 像姓名 这些都可以变成下拉清单 出生地址 也可以变下拉清单 那生日的话呢 最好是点下去 让它用选的 不要用打的 打的很容易出错 性别也可以变下拉清单 身高要输入数字 但是你可以设定它一定 身高应该有个range 应该不可能说低于多少 低于五 小朋友应该最少有五十公分吧 一出生应该 最少有 所以你可以设个range 五十公分到最多应该 应该顶多三百公分吧 三百到顶了 那大概就是一个range 好 然后体重也是一样 也可以输入进来 没有问题 所以 当然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表单 像这一题也可以做表单 那这一题的重点 主要我刚刚讲过 这个逻辑 也就是说呢 它的逻辑是这样 如果超过百分之五 或者是低于的负百分之五 算什么 不标准 中间的话 表示是标准 那如果我今天要用什么 一个函数来表达的话 该怎么做 VPA 或者制定函数 那我们来试一试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当然就插六个函数 那我们用什么 逻辑函数里面的if if什么呢 两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 这个体重 如果是大于 百分之五的话 那表示不合格的 所以我们先不合格 但是一个格子 只能够放一个逻辑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放两个逻辑 因为还要小于副版之五 这个时候 记得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呢 直接呢 在这个逻辑的前面 加一个什么and或偶尔 比如说我这边是或 或的话你就直接打个偶尔 刮胡 偶尔的话呢 中间再加一个逗点 表示什么 第二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 这一个 假如小于 副版之五 那如果还有 你可以再逗点 再去做第三个 总共这个逻辑 它里面 总共可以做那个 255个 不过一般没有那么多 一般两三个就差不多 所以你把它刮胡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有两个逻辑了 这个是或 如果你要and 两个连级的话 那你就是把那个 前面偶尔改成and 就可以了 如果其中一个为true的时候 那你就输入什么 不标准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标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输入那个不标准 反之的话就是标准 那输出的话 它会在前后帮你加双以后 表示它是一个字串 是一个文字 可以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输出 标准不标准 马上就做出来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利用那个 函数逻辑做出来 那请各位 试试看 如果说今天用个VBA的话 应该很简单吧 跟刚刚一样 你脑袋里面 就要马上想到 诶 第一个 在那个的什么地方呢 在Visual Basic里面 做什么事呢 这个时候的话 记得在模组里面 因为现在在表单嘛 请你把模组打开 在这边呢 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那个 程序 那程序的名称的话呢 比如说叫做什么 增减体重百分比 或什么的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你给它取个名称 比如说叫做 增减体重好了 然后 它是按钮 按下 我希望按下去之后 自动帮我把刚刚的事情做完 所以增减体重 那接下来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 标准在哪里 标准在这里 所以 你的程式做 第一个你要先 有个固定的SOP 就是 回圈范围 4 4 i 空一个i 等于 第几列 4 到 13 所以你就这样打 enter两下 nest 这样告诉他说 我的列的范围在这个范围 那记得按tab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就自己再加注解 然后 逻辑判断在哪里 if if 哪里呢 我从追栏里面去抓 所以从追栏里面去抓 就是sales 然后 括弧 i 到点追栏 对不对 它等于 不 它大于 5 百分之5 不过特别注意 对哦 在VBA里面 不接受这样的叙述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 0.05 OK 或的话 偶尔 然后一样嘛 这个 是颠倒过来 负的 百分之5 这个 这个 把方向改一下 然后 then 打一个then enter 两下 enter 两下 应该这个结构 我应该都应该有印象的 然后再 enter if 我习惯是先把那个结构打出来 一定 因为它有一副 那一定会 enter if 而且他们是 有缩牌 所以很清楚嘛 有一个for 有个ness 有一个sub 有个and sub 这个一对的嘛 所以不会错啦 城市如果没有打错 就不会错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zen做什么呢 zen 如果说它是 那这样的话输出到哪里 L欄好了 比如说这个L欄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干脆把这个 复制一下 改成L就好了 等于什么 等于 不标准 那反之 反之记得就是Ls 好 然后就是标准 就偷懒一下 把这个拿过来 把这个布拿掉就好了 这程式就写完了 好 有没有 应该都有印象 反正这个结构啊 以后怎么写都是这样而已 那我的习惯一定是 跑个回圈 无论是 是一个 出生格也好 以后 即便是 工作表 以后即便是 那个什么 工作部 到底都一样 OK 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出来 完全一模一样 OK 那再来如果说今天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叫制定函数 这个 制定函数 应该还有印象吧 函数 那所谓的制定函数是什么 就是当我插入函数的时候 在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要出现实用者定义 那实用者定义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 现在是没有了 比如说增减体重的函数 那这个增减体重函数 他会跟我要一个 你的增减体重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呢 他会 他跟我要一个资料 那我给他了 他会给一个结果 标准不标准 OK 应该懂那意思吧 会比刚刚的逻辑更简单 刚刚是你必须要下这么一长串 那制定函数的话呢 可能就简单一些 他会跳出一个 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多少 结果他给你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 总共两个部分拿 第一个函数怎么做 转成VBA怎么做 想想看 制定函数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在那个一般 那个要提高工作效率 里面呢 当然第一个 你函数 要熟一定是必要的 所以如果你函数不够熟的话 那建议就是你要先把函数 把他大概至少先 基本的那个观念都要有了 那函数我讲过了 你不用去死背 而是你要去学会 那一些如何使用 那个内部函数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要传递给他 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他会回传给你 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内建的函数通常有局限性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固定就是那些函数 很多功能是没有的 那没有的话你该怎么办 那当然就要制定了 那另外第二个VBA 它的好处就是一键完成 你只要写好一个范围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他就自动帮你完成了 那你以后固定的事情 就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制定函数 这我想各位把它分三阶段 再分别完成 试试看